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在那个群雄逐鹿,战火纷飞的三国时代,有一位臣子对袁绍的忠诚远超常人,他的忠诚不仅超过了袁绍的亲生儿子,甚至不惜拉上全世界为袁氏陪葬,这位忠诚究竟是谁,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如此执着于袁绍的事业,宁愿付出一切代价,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牵绊? 但,袁绍又是如何赢得这份绝对忠诚的?在这个充满阴谋与背叛的时代,他的忠诚显得尤为珍贵和令人动容。让我们走进这段显为人知的历史,一同揭开袁绍最忠诚臣子,探索他那惊世骇俗的忠义之举。睿智的你,必然对建安年间的历史烟云有所了解。 那是一个动荡纷扰的年代,中原局势风云变幻,危机四伏。 东汉末年,曹操与袁绍这对老对手在冀州一决高下,双方在关渡之战中遭遇重创,元气大伤。 看似曹操取得决定性胜利,却暂时无力吞并袁氏。 好在老天爷开了个玩笑,元氏家族内部出现了裂痕。 袁绍去世,妻子袁谭,袁尚随即继位,却暴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矛盾。 二人争权夺利,互不相让,竟在夜城外大战一场。 作为袁绍的忠臣,沈佩力挺袁上,与袁坛渐行渐远。 这正中了曹操的下怀,他看准时机,挥施再次北上,欲成袁氏内讧之际,一举拿下曹氏世代夙愿,冀州的控制权。 面对曹军压境,沈佩亲自督镇,奋勇反击。 然而,曹操手段高明,他是否能凭借过人的治绩击败死忠如私的沈佩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局势陷入了胶着状态。 曹操看准时机,率领大军包围夜城,上挖地道,下注高雷,全方位对城施加压力。 可谁料到,沈佩早有准备,在城内横挖壕沟抵御。 曹操果然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,命令突袭小队,暗中接应城内叛将,打开城门,偷慎内插手脚。 谁知沈佩鸡井如狼,识破了这一计量,将曹军全部破了个空。 就在沈佩打起万分精神,准备与曹军决战到底之际,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,惊动了整个夜城袁上回来了。 原来,在先前的兄弟相残中,袁上被袁坛打得节节败退。 这才想起老大哥曹操步步紧逼,不得不折返旧场。 沈佩望眼欲穿,终于盼来了一线生机。 他立即与袁上定下理应外合的计策,袁上一道,就在杨平亭放弃了封烟。 沈佩也在城头点起了火把。 双方一拥而上,势必要给曹军致命一击。 可曹操预料到了一切,看准时机。 他奋兵两路,一路自动阻击袁上,一路猛攻城门。 袁上死里逃生,带着疲惫残军,逃遁太行山中。 曹军乘胜追击,袁军狼狈溃散。 袁上狼狈不堪,只好脱家带口。 流离北上,求助幽州兄弟袁熙。 就在这危难关头,沈佩依旧不为所动。 他宁可把整个夜城的利民拉下水,也不愿独自投降曹操。 面对曹军层层围剿,眼看城池已无一线生机。 沈佩竟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,引发了一场惨烈的内战。 沈佩哽着脖子,誓死不详。 他煽动手下军民,在城头布置起了超强力的巨型石弩。 对靠近城墙的曹军予以疯狂射击。 曹操亲自到城下摆滩示威,试图说服沈佩投降。 谁知方一现身,就被巨弩射出的利剑,遮头盖脸般袭来,差点被射成蜂窝。 见好意被拒,曹操只好收兵等待时机。 就在这结果眼上,沈佩突然下达一个极端命令,将袁潭方面的重臣新平全家抓捕,关进大狱。 作为袁绍的死忠,沈佩铁了心,要将和谈的一切可能扼杀在摇篮里。 这一决定,无疑带来了致命的内乱。 新平的侄子新皮奋勇杀入城内,想把家人救出,却晚了一步,兴师一族已被处死。 新皮悲痛万分,在曹营怒斥沈佩无情无义,再三要求为其家人报仇血恨。 曹萨看准了机会,他必须在新皮与沈佩之间做出选择。 沈佩虽有筷略,但已是垂垂牢矣。 而新皮粘腹力壮,更负潜力。 于是他黯然伤神,命人将沈佩推上了刑场。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,沈佩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。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,面对北方,高声喊道, 无主在北,不可始无面难而死。 说吧,他跪倒在地,乖乖伸出了脖子,任由利刃落下。 是啊,作为元氏的死忠,沈佩即使赴死,也要面朝生前追随的主公。 这份孤忠,直叫人赶佩。 带到曹萨手下,查查了沈佩家中赃物, 才发现这个死忠骨子里,其实也是个魅良心的贪污兼徒。 看着沈佩的首级滚落刑场,曹操不欺然地心怀感慨。 他想起当年与元氏大战关渡的情景, 那个时候,谁能料到,自己居然会和老友的儿子血战到这般田地。 可惜人生无常,英雄总难全然。 这就是战争,这就是权力游戏啊。 收复夜城之后,曹操将沈佩家中财务没收了。 看着那些血汗前,他不由地暗自感叹,权力果然是个东西, 往往令人贪得无厌,最终堕入不归路。 而只有坚守正道,方能历久弥坚。 这正是他终其一生最深的领悟。 掌控了冀州这个军事要冲之后,曹操的目光再次转向中原。 此前两年,他一直在研究如何消化,整合手中的新疆土, 这才使得东汉江山暂时重现一线生机。 是啊,对于各种奥妙,我们后人往往理想当然。 但如果你亲身置身于当时那个动荡年代,却也不免哑口无言。 那时的中原实在太过分裂,各路诸侯割据,各自为政。 除了刘表在西南大四扩张之外,北方幽州的元西, 太原的马腾,关中的寒碎等人,也暗中虎视眈眈,伺机而动。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,曹操自然不会一去乱了阵脚。 经过连年征战,他早已看透了动荡时期的权力游戏规则。 唯有让军心稳固,后方无余,才能在未来的征伐中游刃有余。 于是,他上下反复理顺军心,加强军纪,培养新的将领人才,梳理励志,建立新的行政体制。 在中原一余,他尽力实现屯田新修的施政理念,率先稳定了冀州的经济根基。 这些种种,都为日后禁军官中,做了充分准备。 曹操身怀绝技,出其至盛,早已名垂青史。 然而,他并非指挥运兵打仗,他还具备一个杰出领袖所应具备的全面视野和远见着实。 在一旦转为维安的背后,其实是他在制定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,为东汉江山重铸辉煌,踏平了道路。 这一计划开局虽小,却暗藏着日后席卷中原的力量。 时至今日,我们有幸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,更应该由衷赶佩曹操的卓越领袖智慧。 让我们细细体会,他是如何步步为营,最终完成了昔日挽救中原江河的夙愿吧。 可以说,中原统一的进程,实际上从那次攻下叶城之意就开始了。 正是曹操手段高明,即便应对,同时又能从中原局势的方方面面考虑,最终成就了他一统江山的伟业。 相比之下,尽管袁氏也拥有忠勇的将士,却因内部纷争,施于统一指挥,最终满盘皆输。 英雄虽无缘,但正是这场旷世之战,奠定了曹操独霸中原的基石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